好多网友都特别喜欢李叔做菜 今天呢我又把它请我们家来了 给咱们来一道河南大会菜 菜看着就爽 给大家介绍的原材料 今天咱们用的是海蟹丝 黄花菜 什么肉吃什么肉泡 木耳 咱们今天家里有点苹果 然后小酥肉 这个是我带皮的后肩肉 然后白菜 青萝卜 蒜苗 红薯粉条 好 这个是卤里豆腐 香料呢 大料和桂皮 我先把肉咱们清洗一下 把它改成块 好煮 煮肉的时候给点姜 给点大葱味 绘菜必须得有肉汤 先把肉汤调上咱们 原汤啊 原汤打沫 然后料包一头 因为咱们肉比较少啊 今天料包比较小 这会咱们把葱姜放进去了 然后咱们先开始下料包 因为咱们肉现在 大概就四成到五成熟了 咱们开始下料包 煮到那个肉熟为止 十三样少放 不要放太多 切个姜末 来个盐 咱们现在开始烧水 烫咱们那个丸子面 大家一定记住啊 水烧开了以后 放到80度再去烫 稍微稀一点烫的时候 把它搅了没有干面啊 你让搅透了 这种状态 能立棍是吗 OK 想要丸子好吃 蘿蔔丝啊 多放 你最好你打的是一比一 好嘞 咱拿刀剁一下 这萝卜不要剁太脆啊 太脆了就吃了没有口感了 这个面啊 刚才咱们是和好了嘛 切成那个萝卜丝放进去 把它和匀了 好了 看 大家看 就这样就可以了 把豆腐切成大厚片啊 下油锅炸 炸完的油温不要太热 大概就是五成热了 这个时候蘸着凉水进去 这样的话它不粘 下的时候分开下 不能下一堆啊 转着锅圈下 上色就把丸子捞出来以后 再稍等会儿生着油温 然后再把丸子放进去 外焦里面 口感特别好 好了咱们开始出锅 丸子炸成这个颜色啊 大家看一下听着声音 咱们现在开始炸豆腐啊 切着锅别的溜 这样不容易烫人知道吧 豆腐那个炸成金黄色 就可以了啊 出锅 咱肉现在煮差不多了 咱们把海带放进去 隔肉汤都弄一下 这样晦菜的出的口感比较好 大白菜啊 把它切开了 有帮有叶 叶用手撕一下 然后呢帮呢 就片一下 跑路了能擀到一块儿就 红花菜泡完了以后 把两头的根去掉 撞到一块儿连一刀 这猪肉煮熟以后啊 改刀 不要切太厚啊 大家 炸好豆腐咱们先再改刀 这个没一个讲究啊 你说你想吃抹刀片 你就改抹刀片 咱们现在开始汇菜 直接加肉汤 地方跑大型啊 有一个叫碰菜 其实碰就是 把它汇到一块儿的意思 先调汤 找点颜色 有一点颜色都行 对 然后放盐 大概三勺差不多吧 尝尝口 不行 一共是六勺盐啊 六勺盐 好了 好了 咱们现在开始下菜啊 大家看着先下小醋肉 小醋肉下进去 小醋肉下进去 您别留了 你都割了也得了 然后木耳不怕火 放进去 停菇不怕火 放进去 来黄花菜搁进去 开锅了以后 豆腐搁进去 肉啊 看到不 别给我上 我们家从来不剩 剩一点一点了 吃大维菜不能太吸引 你知道吧 不能西流汤瓜粉的 您就感觉这主家不实在 你知道不 还这么讲 那可我一 小酥肉下去开锅 你看马上就膨胀了 是吧 你看这豆腐 咱们现在开始下粉条 咱是用老家的红薯粉条 它这个顶火 大概也都在三到四分钟 想吃稍微软点就五分钟 粉条下去不要臭的 要肉垫底 这样呢 它不容易粘锅 不容易糊底 然后大白菜 看你在家可以少放 海带放进去 炖啊 一定要炖 炖着香味 十三香 你可以多放 可以少放 咱们一开始压蒜苗进去 把蒜苗提一下味 味精不要太多 有两勺提提鲜就行 好嘞 够吗 可以 够了提提鲜味 这个灰菜的汤 就这个 淡淡的 金黄色 对 现在开始下丸子 一搅 一开锅 就OK了 看你这主家实在不实在 你看那勺子挑着呢 给你转着肉 你看这 这盛饭实在不实在 这手加一满弄 这手吃着桂菜 有没有当地的这种 灰菜的感觉 河南灰菜 明不虚传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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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